其实这个问题是不成立的 这个在数据协商是行不通的 英才短命这种概念 在你脑中形成一个概念 是因为文学作品通常喜欢表现这个主题 因为能够激发出人类的惋惜之情 一个智慧的人正在表现他才华的时候 他就这么挂掉了 太可惜了 这里面充满了续剧文学的魅力 然后呢很多文学作品会表达这些东西 你至于你脑中接触了大量这样消息的时候 你会抹是一个社会统计的基础 认为英才多短命 实际上呢多数的聪明人都活到六七十岁了 聪明人唯一的特点就是知道如何保养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活得更长 相信医生 然后呢尽量去避免一些危险的事情 他会人生少走很多弯路 减少很多风险 不去做危险的事情 如果遇到吃虾的歹徒 我们聪明人正常是会直接把钱套出来的 不会跟歹徒讲道理的 也不会去跟歹徒不斗的 真正聪明人是很懂得保固自己生命的 不会去做无谓的反抗 好 好